继续读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 距离他的死亡还有十四分钟 艾迪用手帕擦去盆帽上的汗水 远处钻石般的阳光在海面起舞 艾迪注视着淋淋波光 他的双脚自从战争后就不停使唤了 然而当年在星辰快艇那处地方与玛格丽特跳舞的时候 那时候艾迪的仪态仍然很不错 他闭上双眼允许自己想起那首让他俩相拥起舞的歌曲 朱迪·戈兰在电影里面唱的那首歌 歌曲的旋律浪花形成的杂音 小朋友在云霄飞车上的尖叫声 在他脑子里混在了一块 你让我爱上了你 不想爱上你 当初我不想 让我爱上了你 一直都明白 一直都 明白 艾迪感觉着玛格丽特放在他肩上的那双手 他按压了双眼 想把回忆再拉近一些 还有十二分钟可活 对不起 一个小女孩 大概八岁大吧 站在她面前挡住了阳光 她一头卷卷的金发 穿着假脚拖鞋 牛仔短裤的裤脚 须须毛毛的 上身是莱姆绿色的T恤 胸圈印着卡通鸭图案 艾迪在想 她的名字是艾美吧 艾美或者安妮 今天夏天她常常来玩 不过艾迪从来没有看过她的妈妈或爸爸 对不起 她又说了一次 你是艾迪维修先生吗 艾迪叹了口气 叫我艾迪就好 艾迪 你可不可以帮我 她把双手交我 像是在祈祷 有话快说小朋友 我没那么多闲工夫 你可以帮我做一个动物吗 拜托你 艾迪把眼睛往上一翻 一副她必须考虑考虑的模样 然后她把手伸进上衣口袋 拉出三根黄色的烟斗通条 这是她随身携带用来清理烟斗用的工具 是一种细铁丝外包着棉絮的东西 太棒了 小女孩说到拍拍手 艾迪开始折 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坐云霄飞车去了 没带你一起去坐吗 小孩怂怂肩 我妈是跟她男朋友一起坐 艾迪两眼往上一翻 哦原来 她把三根烟斗通条 弯卷成好几个小小的回圈 然后把回圈彼此扭在一起 她的手会抖 所以花的时间比以前多了一些 不过还是很快就折出了头耳朵身躯和尾巴 是兔子吗 小女孩问道 艾迪挤了几眼睛 谢谢谢谢 她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消失在孩子们玩的乐不思蜀的那个地方 乐不思蜀的地方 艾迪插插自己的额头 然后闭上眼 往海滩一里一坐 想让那首老哥重回她的脑海里 一只海鸥飞过她的头上 嘎嘎叫着 人会如何决定在死亡之前的最后一句话要说什么呢 知不知道这些话的严肃性质 人都注定了会说出睿智的话吗 艾迪到了83岁生日这天 她的至亲所爱都不在了 有些是年纪轻轻就死了 有些则是老来因为疾病和意外而顺了命 在这些人的葬礼上 艾迪听着前来吊咽的人 回忆起自己老者的最后对话 有人会说 他好像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艾迪从来不吃那一套 就他看来死期说来就来 人说走就走 就是这样 你走的时候 也许会说出一些潇洒漂亮的话 但也有可能轻易就冒出几句蠢话 根据记录 艾迪这辈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退后 以下是艾迪在试之前的最后几分钟 里所包含的声音 海浪冲刷 远处传来摇滚跃的纵节奏 小型双翼飞机 引擎隆隆作响 鸡尾拖着一幅广告 以及这句 哎天哪快看 艾迪觉得眼珠子快跳出眼皮外了 多年来他听熟了鹿鱼码头的每一声 每一响 就算听着这些声音睡觉 他也能把它们当做摇篮曲 但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像摇篮曲 哦天哪快看 艾迪立刻执起身子 一个胳膊胖到挤成了肉窝的女人 手抓着一枚购物袋 伸手一指 尖声大叫 他周围的一小群人都把眼睛往天空方向看去 艾迪一眼就看到了 在弗莱迪自由落区 这个以高速落地作为刺激的设施上端 有一节车厢以某个角度倾斜着 像是要把车厢里的东西往外抛的样子 车厢里有四名乘客 两男两女 只靠胸前的安全杠支撑着 看起来是手足无措 哦天哪 这胖女人大声嚷道 那些人他们会摔下来的呀 艾迪一腰带上的无线电队讲机传来一个声音吼着 艾迪艾迪 他按下通话牛 我看到了 快叫保全人员来 人群从海滩从那边涌来 指指点点 仿佛演练过这个场面 看啊 在天上游乐设施变成魔鬼了 艾迪一抓起手杖 大踏步走向把设施的基座所围起来的安全栅栏 身上的一大串钥匙顶着他屁股叮当作响 他心跳急速 本来弗莱迪自由落体会以令人胃部翻腾的速度 让两个车厢往下坠落 一直到最后一秒才以液压气体让车厢停止运动 现在怎么会有一节车厢不听话 变成了那副样子呢 那节车厢倾斜的位置 距离上层平台的底部只有几尺 看起来好像他确实原本是要往下降 却突然改变心意了 艾迪到了安全站门边 气喘吁吁 多敏盖茨跑了过来 差点撞上了他 听我说艾迪抓住多敏盖茨的肩膀 说道他握得实在太紧了 多敏盖茨露出疼痛的表情 听我说有谁在那上头 威力 好 他应该已经按下了紧急停止按钮 所以车厢才会悬在那 你爬梯子上去叫威力用手解开安全带 那些乘客才有办法出来 懂吗 安全带在车厢的后面 所以在他弯身出去解开安全带的时候 你必须抓捞他 听到没有 然后 然后你们两个 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一起 也不是一个人去 听到没有 你们两个要把乘客救出来 你和威力要一个人抓捞另一个人 有没有听懂 懂吗 多敏盖茨蒙点头 然后让那节可恶的车厢降下来 这样我们才能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艾迪的脑袋轰轰作响 他所工作的这座游乐园虽然不会发生 不曾发生过重大事故 不过这个行业里的吓人故事 他还是听说过几个 有一次在布莱顿 一艘吊船上有颗螺丝酸松开了 害得两个人活活摔死了 又一次在仙境乐园 有个男子试图徒步穿越云霄飞车的轨道 随之他摔了胶 胳膊窝以下卡在轨道上 动弹不得 他大声惨叫 但一列飞车朝着他急速冲来 结果那次是最恐怖的事故 艾迪把这些想法都赶走 此刻有一大群人闻在他身边 手捂着嘴 看着多敏盖茨攀上梯子往上去 艾迪在脑中想着 弗莱迪自由落体的内部结构 引擎 气缸 液压系统 密封垫 钢索 车厢怎么会松脱呢 他在脑中描绘整座 自由落体的模样 从那四个在高处 吓坏了的乘客往下看 看到升降机警 往下看到底座 引擎 气缸 密封垫 烟压系统 钢索 多敏盖茨爬到了上层平台了 他照着艾迪的吩咐 抓住威力 威力则轻身向前 想办法勾到车厢的背部 解开安全带 受困乘客里的一名女客 扑向了威力 差点把她拉出平台 群众顿时惊叫 等一等 艾迪自言自以道 艾迪又失了一次 这次他啪一声打开了安全树袋 钢索 艾迪低声道 安全杠拉了起来 底下的群众发出啊的声音 受困乘客很快就被拉上了平台 钢索散开了 被艾迪撂中了 弗莱迪自由落体的底座 这底座从外观是看不见的 里面那条拉伸二号车厢的钢索 在这几个月以来 一直来来回回 磨着一具卡住的滑轮 这具卡住了的滑轮 逐渐把组成钢索的钢缆线给刮开了 就像是在拨玉米 一条一条钢线划开 划得都快断了 没有人发现这件事 怎么可能注意到呢 必须有人爬进了整座机器的内部 才可能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卡住了这个滑轮的小东西 一定是在最恰巧的时候 穿过了空隙 落进了机器里 那是一把车钥匙 不 要把车厢降下来 艾迪大吼 并挥舞着双臂 喂 喂 问题出在钢索 不要把车厢降下来 钢索会崩断的了 他的声音被人声淹没 威力与多名盖茨救出了最后一名乘客 人群里欢声雷动 四名乘客都平安无恙 他们在塔顶上相拥 阿多威力 艾迪扯开 喉咙大喊 有人撞上了他的腰 把他的无线电对讲机撞落在地上 艾迪弯下腰去捡对讲机 威力走向控制器 他把手指放在绿色的按钮上 艾迪往眼 抬眼 往上看 不不不 别按 艾迪转身 面向人群 退后 艾迪的声音里必定有些什么东西 抓住了人群的注意力 他们停止欢呼 往四处散开 弗莱迪自由落体的底座周围地面 出现了一片净空的空间 而艾迪此生所见到的最后一张脸孔 映入了他的眼帘 他笨手笨脚爬上了巨塔的金属底座 脸上表情好像被人揍过了似的 鼻水直流 眼泪汪汪 是那个央求让他做一只动物的小女孩 他叫Amy还是Annie 妈妈妈 他抽抽叶叶的声音 近乎带着节奏 整个人呆滞不动 如同所有哭哭啼啼的孩子 妈妈 艾迪的眼睛从小女孩的身上移开 往向高处的车厢 他还有时间吗 女孩跟车厢之间的距离 哄太晚了 车厢已经落下 天哪 他把刹车松开了 对艾迪而言 一切动作都滑入了如水一般的律动 他扔下手杖 拖着一条瘸腿往前进 心上感到一阵刺痛 简直要痛倒在地 很大的一步又一步 在弗莱迪自由落体的高塔内部 那根钢索的最后一束钢卵断了 划过了液亚系统的线路 我就先听到这里 下回再度